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要顺便回答一些网友朋友的问题 我先读他两个问题 滑板吊球的使用时机以及技巧能否说明 还有运动哲学的问题 我也喜欢到家思想、修行和运动之间 你怎么看待胜负与如鱼 如水般的身体合拍的律动 即两人双打,如太极图般的动静消长的合作关系 或是运动前冥想对运动的有效提升等等问题 谢谢你,一下子问七八个问题 感谢这个网友的问题 看着看着不小心可能就很多大招就放出来了 滑板吊球就是一个假动作 那他使用时机当然之前有讲过了 就是他在往这边跑的时候 你打那边 这个技巧能否说明啊 就是机球点不太一样 本来是应该打外面 你切的是里面 不打外面,打里面 就是滑板吊球 本来是身体是直的走,腻的走 也就是我身体往这边转 我手往那边滑 就是做的两个反向的东西 就是阴阳很矛盾 你刚刚提到这个道家的思想 其实道家的根本就是讲的是阴阳 把两个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做的时候呢 那就是高招,就是大招 昨天晚上训练的时候 我还在要求我的一些学生做的很矛盾的两件事情 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confused 这个吊球啊 你又要我快啊,又要我轻 你每次叫我快之后我就用力啊 我怎么能够做到又快,又要简厉呢 哎呀,你又要我出去的球速快 然后你又要我节奏慢 节奏就是你那个pace,那个rhythm的 1,2,3,4这样的节奏 不是,1,2,3,4,5,6,7,8 但是出球的拍速要快 你看这两个又好像好吗 我顿吧 然后再回答他第三个问题 冥想对运动的有效提升 嗯,是的 这个是会提升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去观想 我十多年前啊 我经常到波士顿去打球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 连着拿了三次的波士顿公开赛的冠军 然后呢,那个哈佛大学呢 他们有一个项目 正在研究这个运动心理学 还有运动神经学 叫我去协助他们的一个研究 他们就教我怎么冥想啊 再去测试我的冥想以后的效果 然后这些科学家呢 他们教我就是闭上眼睛去观想 观想云 观想海 观想水 那想这东西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想啊 他这个海啊 水啊 云啊 他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产物 他有他振动的频率 他有他的能量 当你去想他的时候 你就跟他的能量啊 接通了 比如说地球 他有他的那个 HERS 就他的振动的频率 宇宙呢 有宇宙振动的频率 当你去想宇宙的时候呢 你此时此刻 你的这个身体的振动啊 就开始改变了 你的身体的能量开始改变了 他就开始慢下来 呼吸慢下来 你就跟他进行了一个同频的振动 然后此时此刻呢 你的获得能量呢 就是宇宙的能量 你想想看一个能量强的人 比如说拿冠军的人 他肯定是能量强的 你说林大安 还是能量强 是的 那他有他振动的频率啊 他的频率跟你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去想想这个宇宙 宇宙最强 想宇宙 那这个跟哲学有什么关系 佛家里面他也有关系 这个法门 其实在释样模拟佛的时代 我们想要看到 我们的过去前世 我们想要看到极乐世界长什么样子 他就一个法力 打开这个天机让你去看 你就能看到了 但现在我们这些的很难看到啊 因为这种得到高升太少了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没关系 我就留一部经给你 佛说观无量寿经 让你去观想 观想树 观想水 观想极乐世界里面的佛 菩萨 观想这个 观世音 大师智 菩萨 就是观想 那这个时候你会跟这个神的佛 有一个同频的震动 那你就比较容易达到那个境界 我现在想了 但是我有真的变能量变强吗 我想了 我是不是走的时候 真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会不会变成真的呢 是会的呀 为什么呢 就像马斯克 我 我想要移民火星啊 那我能不能达到呢 我首先要有这个梦想啊 首先要有个idea 才能朝那个方向去 太柔项 没关系 昨天呢 就有个网友说 他看了我那个预判的那个视频 他说 少说了一个 听出球的声音 预判的时候 要不要听出球的声音 在我们的这个level 我从来不通过出球的声音来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出球的声音 他可以隐瞒的 我声音都没有 就把你给干掉了 你看 你没跟过这么厉害的人 你就不知道他的境界吧 所以呢 你不经历的话 你很难去凭空想象出来 人家的那个境界 就是这是什么样一个境界呢 我需要大家去观想 就是他那个 出来那个球啊 不太有声音的 但是他的威胁超大 可能他大到你 拼命拼老命去捡你的断腿 就像张宁啊 他就是这种人 他那个出球威胁很大很大的 那高龄也是这样的人 高龄也是奥运冠军两次 全国比赛四进二的时候 我就跟他打过这个双打比赛 然后当时是跟他打了三局 他的那种出球呢 就是看的不厉害 其实是很厉害的 所以那种很厉害的人呢 他真的打球不是啪啪响的 他是根本没啥声音 然后他的看着还是没怎么动的那种 他又把你弄得要死 就压力非常大的那种 你要跟他亲自对干了 你才知道啊 你才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万一不经历怎么办 能想象出那种感觉吗 那种啪啪啪啪 打的那个很大声的 那个反而不是厉害 因为有一种打 它是实打 有一种打 它是虚打 他是故意隐瞒了 他的厉害的地方 还有一个奥运冠军 他也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那个Kim Dong Moon 韩国的那个Kim Dong Moon 他们都是同种类型 昨天晚上也是教学了 然后呢 有的同学 他也是 我也是让他们去 想象那个境界 再把它放在一个实践当中 或者是我可以跟你打一下 你立刻能够体验到 那种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然后当你自己做的时候呢 你要一直去想象 那个 回想那个感觉 当时被人家打的时候 那个感觉 就回想它 对 然后慢慢就能够打到了 那这个还是你可以看到的情况下 你可以感受到的情况下 万一前面没个镜子 见见不着摸摸不着 就凭我这样跟你讲 你能不能够观想出来 那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观想的越透彻 你越能把它做出来 你只要想得到 你就能够实现它 昨天晚上的教求呢 就是 有的人通过观想的 真的打到了那个境界 三个小时 花三个小时就打到那个境界 那有的人呢 就打不到就是一辈子打不到 它就是一个思想境界的 一个悟性的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怎么看待 胜负啊 你打到那个最高的水平的 一个胜负的时候 就是 或者是打 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你跟他决胜的时候呢 其实啊 你那个念头啊 一个偏差就输球 一个对就扭转乾坤 所以那个念头很重要 那个一丝一毫的那个变化 其实那个 那个输赢啊 它是在一念间 其实到了那个结果延伸 是没对手 那个对手就是自己 自己战胜自己 就行了 哲学也是一样的 其实佛 他说 我没有教你任何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我讲经说法四九 我啥也没讲 其实他可以不讲 他要讲的话也可以一辈子讲 就跟我们教求似的 我可能教了你五十年以后 我还有新的东西可以教你 因为我可以细微到很细 宏观的话呢 我可以一句话就就讲完了 什么 那个输赢是咋回事 也就是你最终的觉悟啊 佛家讲的 你最终的觉悟是咋回事 自觉觉他 一句话讲完 所以你说这个 我何年何月才能战胜自己啊 其实就是战胜自己 所有的不对的思想 对自觉觉他 就是我自己成佛了 我就把我自己会的 我怎么成佛的 告诉别人 这就是思想摩尼说 佛说的嘛 可能有人觉得说 哎呀哦 你讲的好跑题啊 没办法 这是网友朋友问的问题 那其实你说跑题嘛 也没有跑题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相通的 任何东西 你做到最高境界的时候 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That's why 我为什么这个人很跨界 跨得很厉害呢 他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你很容易就是 就进入到 那个行业里面的 那个真理 我在看看有什么问题 呃 怎么样看待于水 如水一般的身体 合拍的律动 你这个讲的很对 这个柔能够克刚 最最厉害的 他们真的就是这种因力 他不是那种刚强的力量 当然刚强的力量 我们也需要 因为你天生带了能量强 你可以做到刚强 但有的时候 呃 这个阴柔的 他更胜一筹 对 这个呃 羽毛球打到最高境界 真的有点像太极拳 以柔克刚 喜欢道家思想 我就用道家的理论跟你讲 当孔子去问 去跟老子问道的时候 老子呢 就张开嘴巴 让孔子看 他这样子一张开 牙齿没了 但是呢 舌头还在 意思呢 就是告诉孔子说 你看刚强的吧 全部都掉下来了 柔弱的都还在 就舌头他是柔软的 所以他还在 呃 所以他这个道理讲的 就是我们打球的一个道理 最后一个问题啊 呃 两人呢 双打如太极图般的 动静消长的合作关系 对啊 他这两个人呢 是互补的 如果说你两个都是刚强的 你很难配到一起 或者你两个都是阴柔的 你也很难配到一起 呃 你你你你两个人都是那种进攻型的 没人没人做球啊 没人没人没人封网是不行的 呃 你你两个都封网的快快速型的 呃轻量级的 然后每个重量级的也也也杀球 杀不下去也不行的 你如果觉得你的能量是在后场的 你就别老往前面跑 你觉得你的能量是那种快的 你就别老往后面跑 嗯 就是发挥自己的强项 然后跟你的搭档一起互补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以后下一个视频 我可能就到就 呃 现场演示一下两种矛盾的东西 要怎么放在一起做 这样看起来更直观一下 不用像 现在大家先观想一下 到时候我再实际操作一下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呢 今天的视频能够让你脑洞大开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还是可以继续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的留言